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1.47分直播 1.47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战报 中国女族遭绝杀领导一日本汉师金牌 王霜李影视良机50% 75% 100% Vidic002G6A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框高848x480音量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 11A4F2A458CFF611CEA2105FA51715D V SMTCDNS COM下载 速度 缓冲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 10点05分04秒 播放流水11103A2023CB44C6DB665132414D966D70201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 中国女族遭学杀领导一日本汉师金牌 王霜李影视良机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Q002G6AIMJHTTP XWINDOWDATAVIDEOARPUSHVQ10508762087I6404800EG视频 战报中国 女族遭绝杀 0-1 日本汉师金牌 王霜李影视良机 时长约1分47秒 文本报记者萧南 比赛第90分钟 日本队的尖则由一箱门前冲顶破门 再打破场上将局的同时 也将中国女族夺冠的希望 希望彻底击碎 在印度尼西亚驻港的滂沱大雨中 中国女族以0-1 不敌日本女族 去之雅加达亚运会女族亚军 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中国女族姑娘们内心的痛楚和想而知 但从小祖散到最终的结财 中国女族不惧艰难 勇往直前 在本土教练甲秀全的乔教下 他们不仅提升了团队凝聚力 更在技术层面找回 勒符合自身发展的打法 回归正轨的中国女族未来可期 虽然游荣成为这个夜晚 大多数球迷送给玫瑰们的鼓励 中国军队被女族姑娘连到七声感谢 玫瑰战放地不负你 亚运会决赛场上 中国女族被日本决杀无缘金牌 如果王双的禁区内竞设没有放高跑 如果国家杀的竞设为被日本对门将筛下信 也加脱出衡量 或许中国女族就将成为本届亚运会女族赛校到最后的冠军队 但足球竞技场里从来不相信如果 中国 在签则又一箱将球顶进中国的大门后 替补习商的中国女族主帅贾秀圈胡弟子们都正在原地 由于进球发生在第九十分中 体能消耗巨大的中国女族 实际上已不具备翻牌的可能性 万劫不保同而与胜利失之交臂 中国女族以这样的方式 措施 亚运会金牌 球队每个成员都心有不甘 内心也都无比痛苦 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女族都对日本队 构成了高压比较 日本队上班时甚至没有创造什么相样的胜闻机会 在已技术建长的日本队面前 中国女族每次游手转弓都常是地面配合 除了王霜 古亚莎之外 王珊珊 赵荣等球员 都曾经给日本队大门带来威胁 但日本女族能够在近十年时间里保持国际优势 得益于日本足球扎实的基础 日本女族在2011年夺的世界杯冠军后 其女族国庆队 国小队也接连在世界大赛中更顶 除了得益于技术之外 日本女族更大的杀招式惊艳 日本队主帅高仓马子第56分钟 换上高中锋剑则游一箱 从结果来看 这是一次左右胜负天平的调整 中国女族最后时刻丢球可能是差了一口气 但其实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对于失去冠军没必要苛责 一位业内人士赛后评价道 在本届亚运会期间 中国女族一路过关斩将 机会有的背后是金帅贾秀全对球队能力 特点的精确把握以及队员的心情付出和中国足鞋 无微不至的支持 和上半年冰岛人埃约尔松带队期间不同的是 中国女族队内气氛和谐 队员训练比赛热情高涨 贾秀全昨晚赛后说 我接手球队时间加起来也就几个月 这次亚运会队员表现非常好 超乎我们想象 各方面都是 队员有自信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对于球队也能夺冠 贾秀全说 我们在各方面都限制了对手 数据方面我们占优 但我们最欠缺的是对比赛的控制和经验 对决赛比较陌生 希望他们以后有更多这样的决赛经历 遗憾就让未来的比赛去弥补吧 最了解 中国足鞋并没有对中国女族 在本届亚运会上提出具体的名词要求 贾秀全在得到协会充分信任与放权的情况下 大胆设计球队改造方案 并按照技战术和人员能力特点 选择适宜的球员进入技技战术体系 从本届三师的情况看 队员们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领会新教练战术思想 得益于双方互线互进和艰苦训练 球队的表现也尽在中国足鞋掌握之中 对于教练组 球员及后勤服务保障团队的努力 协会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昨晚中国足鞋也通过关为勉励中国女足 请相信 目标从未改变 总有一天 玫瑰将再次扎榜在世界舞台 在贾秀轩看来 亚运会措施冠军已经斑偏尔 从赛后表态来看 他已经开始着眼于明年的世界杯带队 他说 这次比赛也是为世界杯做准备 我们还要在女超 女甲联赛中 物色需要的球员 包括有欲望为国效力的老队员 还有新苗子 每个教练的足球哲学不一样 我就认为足球应该这么低 发挥在亚洲足坛自由的特点 我觉得中国女足是最棒的